大家好,我是高登仔 今天說一下Netflix 高登仔一直留意財經的財經 除了Netflix之外,近來很流行的Disney Plus 也有很多香港人裝 但發現最近有一個篇章 就是拆解Netflix最近一次有趣的收購 原來近年Netflix也一直有低調購買東西 Netflix媒體慢慢擴充內容和製作生態系統 而且以迪士尼作效法對象 成為荷里活的網絡隊員 毫無疑問 Netflix已經成為開創全流服務的卓越供應商 公司在第三季結束時 大約有2.14億訂購 每個季度都在增加幾百萬 但是Netflix也繼續積極擴充 而更加把目光投向綠色的木牆 最近幾項發展都表明了 Netflix正是利用娛樂巨購華納 去做一個成功的例子 並且以可能的方式擴展 最終成為Disney 的直接競爭對手 所以有報導說 Netflix最近收購Scanline VFX 這是什麼公司呢? 就是曾經參與多個Netflix原創節目的特效公司 根據Deadline的說法 這間公司提供的服務 類似受到這個署名 它做這個特事的效果更加驚人 而且在模擬製作 大陸複雜逼增的效果也著名 雖然這間公司很低調 但是如果大家看回它的製作系列 印象很深刻 而且它都是頂級的作品 包括兵火遊戲、HBO 以及正義聯盟 都是它們一手包辦 所以這間Scanline VFX 還有一連串的名單都在做 包括一系列的威馬系列 黑寡婦、黑炮、美國隊長、寒冬戰士等 所以這間Scanline VFX 有很多的Netflix 原作還有一大量的工作 所以就算是Netflix 很熱門的一些 Stringed Things 第三季和第四季都是它們幫忙做的 似乎這件事好像是一個小收購 但是在這系列之中是最新的收購 表明Netflix 不斷在各個層面的製作和交易 都是收歸各有去做的 所以Netflix 這次的舉動 在2018年 也有做過一個收購墨西哥公司 ABQ Studio 這製作公司提供了9個升場 那間公司的面積很大 幫助未來10年 產生高達10億的收入製作 ABQ更加為 例如 Rogan那些電影 做過知名的 復售者聯盟 拍攝場地等等 希望這個工作室在墨西哥 成為Netflix的原創電影和電視劇 主要製作中心 即是買一個類似拍攝廠房 另外 Netflix 完成收購 荷里活具標誌性交易 Egypt Freita 這個交易引起很多人注意 這個收購是公司的高層 一個重要決定 亦為Netflix提供一個展示 地方 另外在上月 Netflix 以超過7億美元 收購了Warno 這間公司是歷史上 最大一筆收購 而成為投資新聞 而且 Netflix控制了不少的 財券資產和深入角色 包括 包括有 朱古力工廠 BGF FANTASTICFOR Mr.Forg Jake And The Pig 所以 一系列 Netflix 無論是收購人物的版權 和資源方面 或者是後期製作 在這六年內 都不斷有盡大突破 我和迪士尼欠龍業狂頭 所以 Disley Plus 雖然剛好上線 但是 對於內容 都有很大的衝擊力 但是 你看到Netflix 各方面都準備成為 一個網絡龍頭的娛樂公司 所以 他們一舉一動 不只是拍片 他們還有很多後期製作 在做 所以 我自己 高登仔 都想著 其實 兩條頻道都會擁有 Netflix和Disley Plus 至於其他 我那些就算數 我那些 做體驗都罷了 未來我都會看到 Netflix和Disley Plus 因為這兩條頻道 有龐大的公司資源支持 對嗎 希望明天 MIRROR和姜濤 都可以上這兩條頻道 去看一看 多謝你